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修学会很认真 功夫当然得了 我们今天功夫为什么不得了 就是把这个问题疏忽掉 今天什么事情最要紧的 不晓得 你不会想到生死 不会想到无常迅速 无常迅速是什么 光阴过得太快啊 你要好好的把握 你要是把握不住 你的道义怎么能成绩 知道无常迅速的人 才真正精进 不会写的 一分一秒 都不能让他恐怖 为什么呢 光阴太珍贵 人生苦短了 我们过去时间已经浪费掉 不知道珍惜 我们来日还有多少 来日无度啊 不好好的把握空过了 确实就耽误了这个人 知道生死死大 紧决心提出来 知道无常迅速 时间它就宝贵了 修行人最宝贵的就是光阴 其他东西他都可以不要 都不错 明文立扬 财色明事税 对他都不要紧 那些东西他都可以放下 就是要把握大好国民 这叫真真究 这世界上大家都在真 真什么呢 如极致无望 不重要的事情 这个不重要是什么 明文立扬 不重要 什么东西重要呢 生死大死重要 我们的人生 如果在这个生当中 永远百特了六道轮回 这是大死 永远不在六道里头 去受这些真物 造这些罪业 这样大死 觉悟的人 他念念在这个地方 他不是在世界 这些明文立扬 肯定他会做到 愈人无增 愈事愈求 我们自己想想 从早到晚 我们究竟呢 念阿弥陀佛 念了几个小时 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就大妄想了 真是啊 夜风光阴呢 就是我们夜风的命光啊 世间没有比这个更珍贵了 真是能够体会啊 要把这个大好光阴呢 用在念佛上啊 这就没错了 你用在思量 任何一个事情 跟故事说 都是搞六道的事情 再说你搞得好一点嘛 也是十八戒的事情 绝大多数啊 都是落在六道轮回 在造六道生死业 唯独念佛 是最殊胜的神 为什么不努力去念佛呢 古人常讲啊 人生七十古来西 能活七十岁 就不多了 不要以为 我现在还很年轻 将来日子还长 不见得 你们有跟阎王切合同吗 晓得他什么时候来找你啊 黄泉路上 无牢哨啊 一口气不来 就是割尸 最觉悟的人 珍惜自己的命光 比珍惜什么都重要 掌握时间 爱惜以光阴 认真努力修行 以我们有限的时光 修往生这个方案 希望得到永恒的无量寿 西方极乐世界 无量寿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个才是一个聪明人 才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人命在呼吸之间 他都说的是实话 所以一定要知道 尽力修以我们有限的时间 好好地去修极功德 尤其是遇到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实在难遭遇到 遇到这个法门 没有遇到这个法门 没有遇到这个经典 你是没有遇到这个机会 那高六道轮回 这情有可原谅 可以原谅 遇到这个机会 还去高六道轮回 不能原谅 所以一定要提高 进度 虽聪明人要求 人 决定会死 哪有不死的人 有生必有灭吧 我们知道我们的寿命有多长 不知道啊 你就要把握着 每一分的光阴 要去干 了生死出三界的大事 你是觉悟 这个事情刻不永缓了 我们的光景不多 不是无限长的 怎么能够懈怠 怎么能够放音 所以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 要把握每一分 每一秒的时光 那你就是觉悟 你认为来日很长 今天没做还有明天 今年没做还有明年 你就迷了 你就错了 需要勇猛精进 薄若经上说得好 一切法 世出世间 所有的法全部包括进 一个都不留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包括的 你还能知足吗 你还能占有吗 占有不到啊 一口气不来 什么是你的 我们修佛之后 在过去 我常常提醒大家 阴光大死 教我们 常常把死字 贴在额头上 作为警惕 我在这个世间存活 就这一天 我就要死了 还有什么好想的 只想阿弥陀佛 这叫真念佛了 我还有明天 我还有明明 这个念佛 这个念佛是假念佛 为什么你的生死心不切 你念佛没有感应 如果想到我明天就要死了 我的时间只有这几个小时 分分秒秒都会把他保住 不再有其他的念头 不再有其他的念头加进来 这个人叫真念佛 这个方法好啊 佛告诉我们方法 比阴光法是还要妙啊 好到极处啊 告诉我们 只有这一年 就是先前一年 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 我只有今天 今天还有十几个小时 菩萨教过我 只有这一年 没有第二年 这一念就是佛 这一念念 下一个念头出生的时候 还是佛 念念 真念相续 真念是阿弥陀佛了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别的念头 这叫真念 相遇 这个人 诸位想想看 他能不往生 不但决定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上悲上平安 往生到极乐世界 他就做佛去了 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其他全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西方极乐学做佛 做佛之后 普度众生 做佛是智慧愿满 佛报愿满 有智慧有佛报 你才能帮助一切 苦难中生 这些是佛语 发生大肆的事业 我们选择这一行 选择这一段事情 我们立下之愿 真干吗 是 那